一百零一歲高齡 本該是安養天年 含疑弄孫的時候 加拿大老牌政治偶像級人物 前密西沙家市長海瑟麥考蓮 卻行動十足 上個月回鍋出任 大多倫多國際機場管理局董事 管理全國吞吐量最大的 多倫多皮爾森國際機場 要一路做到一百零四歲 海瑟出生於一九二一年 曾經在職業女子曲棍球隊 出賽兩季 打掉了兩顆牙 不過出賽一場能賺五元加幣 在當時是很不錯的收入 在紀念海瑟百年人生的展覽中 她還能揮動球桿 架勢十足 海瑟一九六零年代踏入政壇 在安大略湖畔 大多倫多地區的密西沙家市 當了兩任市議員 一九七八年更上層樓 那一年 海瑟麥考連當選 密西沙家市市長 從此一路連選連任 總共當了十二屆 三十六年的地方父母官 他全力推動基礎建設 力拚工商業發展 創造工作機會 任內把密西沙家 從二線城鎮 打造為全國第六大城 也為自己贏得龍捲風 海瑟的稱號 我知道我快速移動 龍捲風的行動力 展現在他剛就任市長的一九七九年 一列二十四節 載著有毒化學品的火車 在人口稠密地區 脫軌起火 海瑟快速調度 二十四小時內 疏散了二十五萬居民 沒有造成死亡或重傷 被譽為非戰爭時期的最大規模撤離 贏得全國性的肯定 海瑟立場傾向保守 但非常務實 也直言不諱 強烈情和力 讓他跳脫性別與政治包袱 政商界都支持他 海瑟直到二零一四年九十三歲 才從市長的職位退休 仍然活躍在許多慈善活動 也持續是大多倫多 安達略省的代表人物 去年起進行改建的密西沙家市 中央圖書館 以及今年通車的一條新地鐵線 都以海瑟麥考蓮命名 紀念老市長的貢獻 海瑟百年精彩人生 獲得超過五千個獎章 獎座等表揚 他兒子把家中收藏的珍貴物品 舉辦特展 吸引不少粉絲朝聖 海瑟說自己不打算放慢步伐 永遠努力做好準備 不過也坦承 當今世上各種紛擾 是他一生最憂心不安的時刻 胸前憋著藍色黃色 象征烏克蘭的絲帶 說明了他對和平的渴望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